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组织了市规划院、市建筑院等单位 前往门头沟受灾地区,开展了实地勘探、地理测绘等灾后摸牌与规划评估工作 为后期选址安置、村庄重建、防洪建设等重点问题提供支撑 我们区里面现在总的原则是一年基本恢复,然后三年全面提升 然后长久是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近期我们最先紧急的任务就是解决村民的安置问题 也是因为冬季快到来了,也要保证民生 后期我们也会结合全区的规划,经过我们地质勘察 选择住安全的,然后同时环境也好的一个地方 这样保证他们灾后的生活质量是有所提高的 参与此次灾后规划设计的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曾经前往汶川、石方、玉树等地震灾区开展工作 积累了一定的灾后重建经验 目前规划院已经成立专班,积极推进门头沟地区的灾后重建规划 今天上午主要是来到现场进行第一次摸牌工作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教合 同时也是走访一下村民 同时也是跟镇里的工作人员继续沟通 目前灾后的一个建设的持续的安排 然后包括可能初步的一些灾后重建选址的一些意向 后期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外业踏勘的工作 以及结合内业的一些地质灾情的隐患数据 包括房屋的质量安全评估的一些数据 然后来判定哪些区域适合建设 哪些区域需要进行修缮 在受洪水影响较为严重的弹浙寺镇 多家建筑单位派出了施工人员和挖掘机铲车等作业设备 协助村镇清理受灾区域 我们几家单位总共是投入了三台挖掘机 两台铲车四台杂土运输车 来负责这条河道的一个机械施工作业 一共十家单位 每家单位基本上都是配备了40名到50名的一个突击队员 很多水流就由原有河道的救址位置向道路上蔓延 车辆运输人员进出造成了极大困难 所以我们是修理出这么一条河道便于所有积水 还有这个山上可能会有的这个洪水灾害 刺身灾害有一个形红的区间 为灾后规划重建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据初步统计在此次暴雨灾害中 北京门头沟区有40个村需要重建 其中弹浙四镇47%的村全面受灾 目前灾后规划重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